咖喱品巧克力出口全球四十五 今天来到我们大蒜机里边 皮州这边 然后大爷这边也是给我们做的实验 用了巧克力之后 我们来回访回访看看效果怎么样 这一片鸡是用了巧克力是吧 对 用之前鸡是怎么样了 刚开始算法的鸟有点小有点软 巧克力我撒用下来看效果很好 效果很好 根性很好 我们在大蒜上效果是非常好的 第一个是叶片上发绿发黑 叶片上会宽 同时改善土壤这块的 我们会有一些有益均利 改善土壤环境 所以说我们现在出现的 给手命比较多 用了巧克力之后 我们靠命害这块也是有硬增强的 同时改善土壤的酸碱 那我们现场看一下 大叔这边没有巧克力是吧 也没有 没有巧克力 这边是用过巧克力 然后在现场再看看 用了巧克力之后 这个根性怎么样 那一块过来吧 一会给大家看看 镜头可以过来 这颗吧 再把它放到这个 对比图片里 这个是使用巧克力的 这种好的 别挖不好的 这种最好的 这种可以看一下 这个对比的效果 大叔您感觉用了巧克力 跟不用巧克力 大叔不一样 跟不一样 今年再用肥的话 能用巧克力吧 可以用是吧 你看这个根系 大的根深了 白根出来了 还胖一点 还胖 还粗 是吧 你看我们长出来效果多好 你看这个雪苗 然后大爷爷问一下 咱那个还有一大叔 咱那个 咱没做假吧 没做假 没做假 这是出事 这是出事 天气好了 我们大蒜 长得好 同时压成 效果也明显 你看长期使用巧克力 就是叶片 八绿 变宽 还没说 就黑油油的 那种浪天 浪看的明显很大 嗯 巧克力点个快 好 对 就是